大家昨天说AI能不能写论文 这回我们真做了个论文助手出来 今天就分享一下 大家最照着能自己搭一个出来 亲说好啊 我们颠决几次学书不端 AI可以帮大家快速收集资料 做一些简单的文文处理 但严谨的科学研究呢 还是得自己来做 使用AI伪造和错感数据 属于妥妥的学书不端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呢 我们招了一批开发实习生 这不是四月末了吗 该交毕业论文了 几个实习生小伙子 天天哀声叹气鬼故郎好的 我就跟他们说 就算大元模型这么厉害 你们在我这AI频道还没有思路吗 我跟他们一交流才发现 问题出来这儿 就是学术论文跟普通的 周际报告啥的很不一样 涉及很多的学术试试 那种也必须有严谨的输出依据 而这些部分呢 不仅会特定的调试 用GPT直接生成的那种 往往就很不好谷 就是这种看起来很厉害 实则根本不能用的东西 咱就说有没有什么办法 来让AI真正的提高我们的生产力呢 新老朋友们请坐 朋友们在小语课之前 也请坐 我是李小白 今天我们就来唠唠 如何用AI一键生成 各种专业的内容 想要做一把 能辅助我们生成论文的工具 第一个能想到的方法 那就是微调大木形歧视词 我先在XRGBT里 写了一段 生成论文摘要的歧视词 试了一下 歧视词主要作用呢 就是引导XRGBT 清晰有条理的 来生成学术风格内容 并从给定的内容中 提出学习词汇 并加以处理 这个乍一看 效果好像还挺不错的 但是我怎么能确保 它生成的内容 是准确严谨的呢 大模型的幻觉问题 一直是业界难题 它一本正经的忽悠我 我要是真信了拿过来用 那完蛋了 你忽悠我是小问题 你忽悠导师 那是大问题 你想解决这个问题 就需要让大模型 对用插件或者知识库 比如说学术检索插件 搜索引擎 再或者是相关的论文片段 用专业的学术信息 来引导大模型生成的内容 才能让结果更靠谱 这一套操作下来 效果还不错 但咱们的实习生物不乐意 觉得还不够 还想着要把格式统一一下 让该输出符合论文标准的格式 顺便呢 生成一下论文参考资料 方便引用 这倒也不是啥难事 再往提示词里接点料就行 好了 这回差不多了 虽然偶尔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稳定 但还是可以用的 但话说回来啊 你这么多功能放在一起 你以后要调整提示词 还得定用插件 你再往下 还得做向量知识库 有些哥哥自己写一篇论文都出来 所以我就在想 有没有什么现成的工具 能快速帮观众老爷们掌握这套流程 我们尝试了最近流行的各种AI工具 你还别说 有的效果确实还不错 去年四季也开发了一款可视化的 AI开放平台Cose 在海外报复 但因为模型合规的问题 咱们暂时还用不了 不过今天年初 他亲弟弟Cose 在国内也正式上线了 自带130B的云雀模型 功能非常丰富 对话Bose 自带提示词预测 可以运用外部插件 支持支持库匹配 对话 电话搜索引擎 画图 RG一条龙服务 现在完全免费 而且麻瓜们也能用 还是可视化的 无敌 OK 趁手的工具有 那用它来写点什么练手呢 思来想去 我拿出了我当年的毕业论文题目 基于深度学习 目标检测算法的 火龙果微创绝育手术机器人 系统感知控制研究 说实话呢 就是给火龙果自动化去点 得跟趋多多点巧克力豆 属于同一个级别的高难度项目 看到这个题目 现在大家是一脸蒙敌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可以打开毕岛的视频 就会发现 水一篇 不是 是写一篇优秀的论文 主要包括了 综数选题背景 总结前任优秀成果 提出实验方案 分析我的优秀 致谢小白 这五个步骤 只一生信息一品 就能发现 这前两个步骤 好像就很适合让AI来干 我们打开扣子 创建一个Bot 把我们调好的提示词 输入左边的人设与回复逻辑部分 这里是给大木星输入一段提示词 内容和前面给圈RGBT的提示词类似 作用都是引导它生成更好的学术类内容 中间分栏最上面的是插件 可以调用别人写好的各种功能模块 给大木星加上更多的能力 这里我们选了B应搜索 和致命的论文检索网站Arcive两个插件 足够我们完成最基本的论文检索 和网络搜索功能 如果你有开发能力 还可以自己写插件 实际上更加复杂的功能 添加完这些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的基本模特就搞定了 现在我们试着问他一下 果然出意外 许图的东西看着挺流畅的 但都是AI自己编的 我们家插件就是希望 AI能参考一下有评有据的专业的人 现在这样就说明 AI没有听到我们说的话 压根就没用插件自己编起来 我研究了一下问题在哪 原来插件必须得明确指定 如果不直接喊它名字 它就会摸鱼不好好工作 于是我只找了一个能管住它的上司 也就是code中的核心功能工作流 喊它一次不行就多喊几次 插件总摸鱼 你能让它的领导看着它呆 code的工作流可以理解为 一个供容调入的流水线 你写论文为例 想要保证输出文本的合理性 就要先把用户的输入 拆解成学术关键词 并且就要让RKF插件去检索这些词文 接着还要明确AI写的分别是哪一部分 论文的各个部分 有不同的注意点和格式 如果只用一套提示词 效果肯定不行 于是我们把论文 飞成了摘要 选题意义 方法 结论等多个部分 针对每个部分单独做了174 又加上了一个意图分析模型 那那判断用户想写的是哪一部分 用户想写摘要 就让摘要模型该活 结论就让结论模型去写 主打一个专业对口 配套工作流理 这个功能就是简单的E4L判断 让模型基于上下文和问题 判断用户意图并给出结果 通过判断的结果的池 来定用对应模型 我们给不同的意图 设置了不同的数字 比如说 一代表摘要 二代表选题和意义背景 意思类推 听着简单粗暴 但其实很好用 就是简单的输出 1到8中的一个数字的事 OK 现在看到工作流的意图分析部分 好像没啥毛的 但论文检索这个查件 又出了一点小问题 一个论文搜索查件 却查不到论文 在我们的工作流里 明目张张的摸鱼 这哪行 这下个办法让它趴了洞起来 经过对查件的一顿言行靠大 我们发现 基于Archive和知识库的内容 几乎都是英文 只能用用户输入的中文问题 去搜索和匹配 效果确实是很差 它不是想摸鱼 而是压根听不懂客户说话 如果语言不通那是小事 好吧 给它直接配个专业翻译 我们分析了一下 论文搜索查件 支收的参数是关键词 而不是一种句话 其次 Archive上的论文都是英文的 只能用英文进行查询 那就好办了 我们这些工作流里 加入了一个文本与处理模型 它可以把用户问题中的关键词 提取出来 并翻译成英文 再输出给下一个工作流中的节点 也就是Archive论文插件 比如如何给火龙果去死 它会先提取出火龙果和去死 再将其转换员英文输出给Archive 这样一来 我们的国际员工Archive 就没有理由因为语言问题摸语 成功地查询到了相关论文 效果比之前好了很多 到这里 我们终于能保证 我们的输出是有论文依据的 而不是AI新选来潮 胡乱编造的 参考资料有了 下一步就是如何让AI 把文章按照指定的格式来写 还是以这篇火龙果的论文为例 我们利用扣子的代码节点功能 将不同的节点之间变量 和之前插件中返回的数据 重新组合 变成一个独立的文本 这样就可以让AI更好的理解用户需求 生成更完整的内容 同时在结尾部分 自主调整输出的格式 到这里我们的工作流就搞定了 测起来效果还不错 接下来这个写好的Bot 还可以发布出去 说发布在扣子的Bot商店中 还支持对接到微信 豆包 绝巾的平台 无需打开扣子 就可以直接使用自己定制好的AI 这两天我们的实习生试用了一下 感觉挺靠谷 许多速度大大加快 那还有一点小小的要求 现在论文的核心部分 可以和AI一起写了 论文的其他部分 比如说文本认色 选题建议 或者是辅读 其他论文的功能都很实用 能不能实现 一个字 种 谁要是咱们公司的实习生呢 还是得宠着 提了这几个功能倒是不难 改改工作流就行 但本着做工作流还得再招人 不如直接找外包 让其他Bot来做不就好 功能解偶了 工作流不需要一直增大 后续再加其他功能也方便 就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成 你别说还真行 我们发现扣子支持 多Bot联动功能 官方叫做Bot Mansion 只要把需要的Bot收藏 就可以在对话框中 直接add这个Bot 就用调用指定的Bot 进行内容双成 我们快速地写了三个额外的Bot 分别是文本润色 选题助理和百号文翻译 加上前面开发的乐文杀手 四个Bot联动起来 直接事半功倍 比如说我们先用乐文杀手Bot 生成了一段摘要 随后用乐文润色的Bot 对我们文本进行阔斜与润色 学生准备泰菜 实在看不懂怎么办 就用我们的白话文翻译Bot 帮忙把这对话用人话说一遍 要实在连选题都不明白的话 能让选题助手帮忙生成一段选题 然后参考一下就成 到这里这个Bot就正式完成了 我们也把我们做的几个Bot 和扣子的链接 放置在了视频下方的这点评论中 想用一用的小伙伴可以自取 一键辅助加速毕业 想要其他功能的也可以自己按照我们上面的流程 动动手创建属于自己的Bot 实测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总结下来有几下几个优点 一是输出内容都是基于搜索得到的论文 保证靠谱 第二呢输出的格式比较稳定 能附带这段文字内容的参考论文 最后呢就是能在不用魔法的同时 还能实现多模型联动的功能 傻瓜二操作 上手零难度 娃娃可用 敏感机也可以用 有个小伙伴可能会问 我毕业论文都写完了呀 有没有其他更好玩的东西 扣子上不只有 而且还有很多 因为扣子极为开放的生态 不少大佬就与他做了一些有趣的Bot 只要打开Bot商店 点击推荐 就能看到非常多别人发布的Bot 功能齐全种类多样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别人做好的Bot 测自己的Mbti 模拟哄女友 辅助会读 甚至算塔罗牌 只能说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到这里呢 我们的Bot就做完了 不过还是想聊一聊 关于AI能不能辅助论文写作的话 前段时间呢 就有一些SCI论文 用GBT生成文案 但忘了删一些与论文无关的那种 但论文反而成功发表的事 这件事就取出圈 引起了心软大波 甚至还有的作者 使用AI给论文生图 随着后面争论声音越来越大 也得艾斯维尔官方 不得不亲自下场 表示 只要作者在投稿 去做了声明 也是可以在论文起草过程中 使用大墨型的 我们也查了一下生态的政策 官方规定中 确有说明 允许作者在写论文时 使用AI 当然仅限于提高作品的可图性 但不能取单 关键的写作任务 比如说 人对的结论 必须得要自己来下 其实 抛开这些八卦故事 AI能否用来辅助人类做科研 我的观点 是需要辩证的来看待 最明显的就是AI的幻觉问题 如果AI遇到不擅长的领域 开始一本正眼的胡说八道 那又会给学术界 带来大量的舞蹈性信息 而过度的依赖AI 也会让科研人员的创造力 逐渐退化 遇到问题 不是思考如何解决 而先去问AI 你久而久之 能力就越来越不行 不过AI呢 也会给科研带来很多正想的帮助 不需要修起的AI 可以快速的大量完成重复性工作 比如说文献资料的整理 论文的内容的润色 这样 人类研究员就能把精力 更多的放在创新本身上 所以我觉得 AI辅助学术研究 并不应该一刀切地否定 而是要看我们到底该怎么用 好了 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兴趣的话 记得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 亲自体验一下扣子的魅力 我们的捉作作为抛砖掩域 更期望看到大家都能用扣子 找出来什么活儿 如果你用扣子做出了 更好的论文写作报道 非常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 我们提醒来 写论文的兄弟们 谢谢你 如果你喜欢这些内容的话 也欢迎做个互动 以及三连加速毕业 我们还是下个视频见